利未记第二十二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 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 归给我的圣物 免得亵渎我的圣名 我是耶和华 你要对他们说 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 凡身上有污秽 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 归耶和华圣物的 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 我是耶和华 亚伦的后裔 反长大麻疯的 或是有漏证的 不可吃圣物 只等他洁净了 无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 或是遗经的人 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 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 摸了这些人物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若不用水洗身 就不可吃圣物 日落的时候 他就洁净了 然后可以吃圣物 因为这是他的食物 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 他不可吃 因此误会自己 我是耶和华 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 免得轻忽了 因此单罪而死 我是叫他们成圣的 耶和华 凡外人不可吃圣物 寄居在祭司家的 或是故宫人 都不可吃圣物 倘若祭司买人 是他的钱买的 那人就可以吃圣物 生在他家的人 也可以吃 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 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 但祭司的女儿 若是寡妇 或是被修的 没有孩子 又归回父家 与他青年一样 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 只是外人不可吃 若有人误吃了圣物 要照圣物的元素 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 祭司不可亵渎 以色列人所献给 耶和华的圣物 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 自取罪孽 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 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亚伦和他子孙 并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 凡献贡物 无论是所许的愿 是甘心献的 就是献给耶和华做凡献的 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 或是绵羊 或是山羊献上 如此方蒙悦纳 凡有残疾的 你们不可献上 因为这不蒙悦纳 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 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 为要还特许的愿 或是做甘心献的 所献的 必存全无残疾的 才蒙悦纳 瞎眼的 折伤的 残废的 有流子的 掌选的 掌戒的 都不可献给耶和华 也不可在坛上 作为伙计献给耶和华 无论是公牛 是绵羊羔 若肢体有余的 或是缺少的 只可做甘心祭献上 用以还愿 却不蒙悦纳 甚至损伤的 或是压碎的 或是破裂的 或是善了的 不可献给耶和华 在你们的地上 也不可这样行 这类的物 你们从外人的手 一样也不可接受 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 因为这些都有损坏 有残疾 不蒙悦纳 耶和华 小玉摩西说 财生的公牛 或是绵羊 或是山羊 七天当跟着母 从第八天以后 可以当贡物蒙悦纳 作为耶和华的伙计 无论是母牛 是母羊 不可同日 宰母和子 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 要献的可蒙悦纳 要当天吃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我是耶和华 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 我在以色列人中 却要被尊为圣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